海巡署东部分数第13案巡对绿岛安检所 昨天下午获民众报案称 在绿岛桂湾水域有一名潜水客 一次体力布置无法自行返回案记 而安检所立即派遣一车二机五人到现场实施搜救 同时新成立海巡志工 也立即投入了一车三机五人协助救援 并成功将民众救援上岸 顺利完成这次的救援任务 台东绿岛是全球知名的潜水景点 每年都会吸引不少潜水爱好者 前来此处进行潜水的活动 但也因此常传出有意外事件的发生 昨日绿岛安检所的人员就接获民众的通报 表示有一名潜水客在归湾海域潜水后 已是体力布置无法自行上岸 海巡人员获报后 立即与新成立的海巡志工 一同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的任务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3巡队 绿岛安检所于4日下午12点49分 接获民众报案 有一名潜水客因体力布置 无法自行返回案记 于绿岛归安拒案记 约50公尺处漂流 本所立即派遣救援能力 及期待遥控室动力救生圈 前往现场持援 于现场会从今日新成立之海巡志工 实施救援任务 立于上午12时58分 救援团队成功将民众救援上岸 第13巡队呼吁 若以海域港区及案记 发现有危难或救生救难等案件 请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服务专线 或向海巡志工人员通报 本署将立即派员持赴救援 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索性该名潜水客最后被顺利救援上岸 在此也特别呼吁喜爱潜水的民众 务必多加注意自身的身体状况 切勿冒险潜水才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 记者曾经营绿岛相报导